乌克兰获再次获得杀手锏 可攻击莫斯科 俄罗斯核武出动 黑客行动爆出犯台野心 中共外交部恼羞成怒 外媒消息 北约将领曾秘密访问台湾 外国密友透露 没有听说金正恩有儿子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期望直升TV聊安耀文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观察人士猜测 乌克兰之所以一直在小镇巴赫木特和俄军敖战 目的就是吸引莫斯科的注意力 等待反普京的几支俄国的民兵部队攻入俄国本土 最近俄乌战场的变化还在持续 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地带5月25号的报道 德国可能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巡异导弹 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空地巡航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500公里 可以在4500米的高空投放 以0.95马赫的速度在30米低空击中目标 命中的精度在10米之内 金牛座导弹一大特点是可以打击加工目标及地下目标 重达454公斤的串联钻地弹头 可以穿透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者是36米厚的土层 此前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暴风影巡航导弹 射程远达250公里 德国的金牛座将帮助乌克兰攻击更远的目标 在俄国匕首超音速导弹被爱国者系统 几乎是百分之百拦截的情况之下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导弹射程却越来越远 已经有人提出乌克兰距离莫斯科只有约450公里 只要在边境地区投放金牛座导弹 就可以攻击普京的政治心脏 专家则表示 虽然盟友国并不希望军事援助会被用来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但是送给乌克兰的导弹却越射越远 很可能是要帮助乌克兰将来收复克里米亚 另外德国如果成为继英国之后 第二个向乌克兰援助远程武器的极先锋 就一改德国战争初期 在军事援助方面相当保守的立场 观察人士认为 德国之前不敢得罪俄罗斯 现在反而是军事援助乌克兰最狠的国家 显然在领导人的眼中 俄国的败局已定 而且时间是越来越近 或许比外界估计的还要更早 之前外界质疑 乌克兰为何坚守在没有战略意义的巴赫木特和俄军奥战 以及春季的大反攻为何还迟迟没有展开 答案呢 可能是乌克兰正在等待俄国的民兵部队 把战火转移到俄国的本土 最近瓦格纳集团首脑布里格金在宣布正式撤出巴赫木特的同时 还表示乌克兰正在准备反攻 将试图包围巴赫木特并且攻击克里米亚 要把俄军赶回到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边界 布里格金说 虽然有观点认为西方会厌倦战争 中方也会敦促俄乌达成和平协议 但是他对此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布里格金还警告普京说 俄罗斯内部可能会发生动荡 士兵及死者的家属会群起反抗 引发和1917年革命类似的事件 他建议普京为了保住俄国实施戒严令 俄罗斯在1917年因为不满一战导致的社会凋敝 爆发了二月革命 沙皇尼古兰二世被迫退位 之后俄国陷入了长达五年的内战 普京在乌克兰战场没有斩获 政权又受到了威胁 5月25号 俄罗斯开始进行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计划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核弹头已经在运送的途中 这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克里姆林宫第一次把这类核武器部署到境外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国派出苏-27和苏-35战斗机紧急升空 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两架美国的战斗机 俄罗斯国防部直接承认 俄军机空中目标是两架美国的空军B-1B战略轰炸机 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和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在明斯科会面时说 西方集团实质上对我们的国家是不宣而战了 接下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是否会出现交锋 这值得关注 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共同发报告指出 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对美国关岛基地进行网络攻击 在系统植入了神秘的代码 报告同时指出黑客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台湾 消息曝光之后 中共外交部门恼羞成怒失口否认 微软报告曝光的消息直接关系到台海局势 5月25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失口否认这些指控 并且攻击美国政府和五眼联盟 毛宁骂五眼联盟为地缘政治散布虚假讯息 以及报告缺乏证据等等 不过这份披露中共黑客行动的报告 由网络拒播微软发布 获得了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的背书 相当有说服力 微软报告指出 这个黑客组织位于中国 受政府资助名叫福特台风 专注于间谍活动和资讯收集 福特台风从2021年开始活跃 持续地监视美国基础设施 攻击目标不只是政府 连一般的通讯和教育领域都不放过 而近期他们瞄准关岛美军基地 关键原因推测跟台海密切相关 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前线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台湾出事 关岛就是美军的反应中枢 军事通讯与商业网络通常密不可分 微软分析师认为 中共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着眼未来 一旦爆发危机 黑客在关岛电信系统植入神秘的代码 就可以破坏美国与亚洲地区的通讯 切断美国跟盟友的联络 中国黑客监视美国不是新闻了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非常少见 美国官员认为 在评估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上 这次黑客行动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与五眼联盟的网络安全部门密集合作 已经能够辨识福特台风的入侵痕迹 并且提供反制措施 日前有消息传出 北约将领曾在3月份秘密的访问台湾 与台湾的国防大学对等人士会面 台湾国防大学证实了相关的消息 但是不愿意进一步的评论 根据美国政治期刊《中国项目》披露 今年的3月份 位于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中将指挥官 李提曼到访桃园和台湾方面的人员会面 不过当时台湾媒体没有相关的报道 全球的注意力当时都聚焦在中共 如何回应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的会晤上 北约防务学院证实 李提曼确实曾经在3月27号到31号访问台湾 是基于学术目的 是学院与全球重要学术机构 文化交流的一环 报道表示 北约和台湾的往来有潜力 虽然不清楚这次交流的程度有多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因为中共对台湾等区域国家的威胁 北约已经对印太地区投入了更多心力 而之前也传出 北约政计划在日本东京成立联络办公室 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办公室 以利益强化与印太地区的往来 这显示印太地区和台海局势是美国与北约近年来最为关注的区域 朝鲜金家奉行世袭独裁 但是最近有消息传出 金正恩西夏可能并没有南丁 这可能给平壤政权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韩国国家情报部门3月份曾经说 有情报显示 金正恩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 但是5月24日 自由亚洲电台发布来自瑞士厨师 米卡耶罗的电话采访 透露出了相反的信息 金正恩1998年到2000年化名朴云留学瑞士期间 最好的朋友就是米卡耶罗 金正恩在返回朝鲜的时候 向米卡耶罗坦白自己其实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的儿子 金正恩掌权之后 米卡耶罗在2012年受邀前往朝鲜 这次见面 他还见到了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 金正恩当时表示 妻子怀孕了 米卡耶罗说 2013年他再次受邀访问朝鲜时 没有见到李雪主 并且听说他们的女儿出生的事情 但是没有听说金正恩有儿子 朝鲜权力体系专家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主任高斯表示 据多次访问朝鲜的美国直篮NBA前球星罗德曼称 2012年他和金正恩见面的时候 还见到了包括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在内的金家人 但是当中没有金正恩的儿子 高斯猜测 从金正恩经常公开炫耀且非常保护金珠爱来看 金珠爱应该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他认为金正恩要么是没有儿子 要么是儿子的年纪还很幼小 但是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就是儿子有健康问题 因此有意的隐瞒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709律师王圈章的妻子李文足带着儿子权权 在经历了几次被逼迁之后 这两天又连续的有警察 以聚众吸毒 卖淫 嫖娼的理由 大半夜的猛砸李文足家的门 要求进屋检查 网友说 既然不喜欢他们 就让他们走啊 为什么还要边控他们呢 在那样一个笼罩着黑暗的国度里 他们的原罪就是他们带着人性的光亮 如果您也觉得人性很珍贵 但愿我们都能力所能及地 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一下他们 一位年轻的母亲 弯着腰 扛着一坨巨大的柴草 几乎要垂在地上的头 胸前还挂着一个婴儿 而她的手边还拉起一个 被柴草压得站不起来的 走不动的六七岁的小男孩 一个老人跳起来跪下 扛起比自己身量还要大出四五倍的柴草 再趴着站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想努力活下去的中国人 如果你的朋友圈里没有民生疾苦 没有质疑结问 没有负面信息 没有勇气担当 没有公平正义 只有吃喝玩乐 只有华丽的广告 只有事不关己 只有岁月静好 只有所谓的正能量 那么请不要大言不惭地讲慈悲 讲大爱 讲奉献 讲孝道 讲善良 那就只有一个词 虚伪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 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